有一個人找你 誰 那個 誰 那個 小燕姐 喂 哈哈哈哈 哎呀天啊怎麼怎麼可能 哈哈哈哈 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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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聽到佳妮的聲音你才會打電話 才不記得 我是聽到她還沒進廣告我就打進來 哈哈哈哈 沒有因為平常小燕姐這時間不可能吧 沒有沒有 欸我不可能打進來可是我 我是常在聽哦 我們都是 哎呦真的是 我都以為你沒有你沒有在聽所以我節目都是隨便做啊 哦你隨便做我隨便聽啊 像這種 像這種兩個人高來高去的時候我們就趕快避醉了你知道嗎 好小燕姐好 小燕姐好 小你好 小燕姐好 小燕姐好 小燕姐這個時候 我要藉著這個機會 要謝謝小燕姐 真的 謝謝電台 所以 感謝與祝福 真的 我的語言文字能力比較差一點 所以我就是用四個字來 你不用語言能力 你的語言能力 你的語言能力 播歌能力都非常強 我沒有 人際關係稍微好一點 那個 哎 怎麼怎麼這樣啊 with you 怎麼這樣 一早 一早就講這麼真實的話 小燕姐 今天是 今天是非電 生日快樂 今天我要講二十年不能講的話 真的真的 小燕姐你喝咖啡有沒有啊 哈哈哈 小燕姐 小燕姐刚刚讲的是 掏肝掏肺的肺腑之言 我想教你什么东西 都很强 但是呢就是自闭了一点 灰毛了一点 所以我希望下午能看到你们 会啊会当然一定会 今天对贝贝来讲 是多么重要的一天 你知道吗 小燕哥你看我们大家包括现在时候 听到小燕姐的声音 你不会觉得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吗 我觉得今天你们走进电台 如果看到那些照片 真的有一些 时间怎么 时光隧道 小燕姐你有看到吗 那些照片 我等一下再去看一下 在那些照片里面 真的 这么快 然后不还好了 就是看到看到照片里面的人 我觉得现在坐在我面前的 或者我听到的声音都没有什么变 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我觉得小燕姐 小燕姐 我知道我在很佩服 我觉得 我觉得人可以 人可以 人可以 人可以这么老 还可以这样 不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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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老 这是怎么办得到的 天啊 天啊 现在就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好不好 哈哈哈 没有 这地球上面要 要有一些 比如说有些 呃 很年少 就非常有 有成就 这在这个时代 是办得到的 等一下等一下 今天不是讲我 今天是讲 吹蝶电台 所以今天我要 谢谢所有 这么早起的 吹蝶 人 不管是 幕后的 目前的 真的要非常 谢谢他们 谢谢 很多听众朋友 一早来等 唐香龙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的 我们的听众 都都这么的早起 而且早上 早上就会有 这么多的听众 在在飞点早餐 而且有的 单元老实讲 有时候我会刻意 排一些很资讯 比较硬的单元 但是我发现 我们听众都消化得很好 我现在觉得 非常了不起 非常了不起 小燕姐 你现在没有看到 吹蝶哥的脸 他现在一点 是非常的融合 而且非常的 富有感情 他一直很融合 他看到他儿子 就融合 看到我们比较 看到某些政治人 他的脸就硬了 真的 我每次 他说 你那么喜欢 谈政治错了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 现在看到 香龙哥的表情 我觉得好柔软的 我最喜欢 就是每天听音乐 听你们说话 是我最舒服的时候 小燕姐 今天是我们电台 20年的生日 快乐 谢谢你们 谢谢 小燕姐 要不要先 现在是一个 一天的开始 那小燕姐 可不可以跟所有 这个时候的听众朋友 也说说话呢 各位听众朋友找 我很少找到你出现 但是我都有在听 我跟你们一样 爱是陪伴 小燕姐 我可以 我可以帮听众问一个问题吗 好 谁说 20年前的飞碟 是怎么开始的 20年前的飞碟 好 我先生跟赵先生呢 两个人就想做一点什么 因为赵先生竞选失败嘛 那就想做一点什么呢 飞碟行业不一定要重建 因为两个小姐 非常不喜欢赵先生重建 那我先生就想 好 那我们来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那个时候 其实有线电视也在开始 那我先生说 哎 要不要做个电视 我说哎呀 我在做电视 你就不要做电视 这样啊 我是要别搭电视台呢 还是要一定要指能做你的电视 好 那他就说 那我们来 我先生我电视 我先生那个时候 就都是听广播长达的 就很喜欢听歌啊 这些 之后他就说来做电台 就这样子啊 就这样子啊 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对啊 就这样子 就两个从来没有做过广播的人 就来做电台 飞碟 他不是 他不是创造一个电台 他创造了一个 style 对 我说这个是一个飞碟style 每次听到现在都会 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 就想我们不要 跟以前一样 所有的 所有的DJ 可能他是个播音员 他只是把 只是说 该说的话 而不是他个人的说话 我觉得DJ就是应该 我请唐湘龙 就是唐湘龙 他慢也好 他快也好 我请Johnny 他想唱就唱 但是还是要进广告 OK 空中的梦想家 好 好 谢谢小燕姐 谢谢 谢谢你这么早的call in 飞碟早餐的最早的call in 好 感谢 祝大家身体健康 永远快乐 感谢小燕姐 感谢小燕姐 有远快乐 下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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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飞碟午餐 我都紧张了 旁边 是 下次飞碟午餐 我是董事生小董 然后 因为今天是飞碟 二十周年 那 又有人要来踢館 我就 紧张了好几天 那 他们就是 我们节目很受欢迎的 瑪莉 跟艾莉 董哥好 董哥午安 我们两个是灰碟的号称大小垃圾 我们大垃圾小垃圾 你们姐妹花 姐妹垃圾花 没有没有 你们很有名啊 董哥你准备好要快问快答了吗 你问嘛 好 请问董哥你到底有几件 国主衬衫 52 52件 而且好处回答 因为很多朋友问我 那我就有一天我就很好奇 我就回去 长袖跟短袖 那我就回去就去数一数 我发现说 哎呀总共也 竟然有52件 是 我的格子衬衫 就是 我怎么讲 结果我当年 会上节目就是 李燕秋 那他那时候主持一个节目 我那时候是在报社当记者 那他主持 他就请我上节目 我讲说 我上节目 我平常穿T恤 T恤好洗嘛 对啊 又舒服 不用刷领子 那我讲说 我上年的节目 这节目有那么多人在收看 所以怎么办呢 我就挑一挑 发现我有衬衫 就先穿了 因为我看去的那些人 都打领带 西装笔提 对 那我想说我也没领带 我以前打过领带 好像那时候大学毕业前 你要打一条黑领带很丑 不可能打一条黑领带 那又不是参加商礼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哎呀格子衫刚好不用 所以我就穿了 结果我上了节目以后 大受欢迎 大概也不错 又压 我说我不能再 我应该换另外一件 我有三件 这三件有时候是 人家比如说结婚的时候 或什么我就穿 就三件穿完了 又重复穿 穿就眼尖的观众就发现了 好像他只有 只有格子衬衫再换 没有 他们就记忆相来 我跟他算了22件 这么棒 没有人发现我上节目也都是穿一样的吗 怎么没有人寄衣服给我 董哥他们在画天天了 是是是 那我们就等一下 再来讲我的格子商故事 好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那2005之后到2012是 郑春琪郑老师 很精彩吧 你问我干嘛 现在话你挖洞给我跳 没那么简单 想不到啊 谁会去想到 所以请到郑老师 郑老师 其实他那个午餐是真的很特别 他主持午餐时间七年 很长 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这也是飞碟电台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想说广播 或者是传播媒体里面也很难得的啦 就找一个摄运的 就是 摄运的战将吧 你怎么螺丝这么多啊 你是没电的 飞碟晚餐 狗被火车了 今天我们没有狗被火车的单元 我为什么要播这个片头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听到郑小琴的声音 好感人哦 我们本来要跟他电话连线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 他一定在听 他现在正在听 我们的联播网里面讲说 这个特别节目可不可以找郑小琴回来 谢谢大家 拜拜